好不好吃啊 好吃 平時不出聲的嘉楠竟然回應我 平時我問她的東西她從來都不回應我 竟然因為這個茶碗精 我問她好不好吃 她說好啊 她竟然自己一個人吃了兩杯 很開心 我另外弄了一些意粉給她吃 她很會吃我 她也拿去拌麵 拌了一些意粉 拌勻然後吃 如果你們想做這個茶碗精 記得看我的片段 追蹤我的Youtube Instagram Facebook 也是叫做K4嘉楠 我們這個茶碗精很方便 就是把一些急凍的蔬菜 急凍的海鮮 加上水蛋 已經完成了 我就用了一些急凍的雜豆 還有枝豆 去殼 另外就是帶子和蝦 帶子我就一開四 蝦我們就中間剪開 接著都是一開四分 讓它細小小 連碎蛋 不用咬太多東西 就可以吃了 而且好像看起來多些食物 那些急凍的蝦人 雖然她說是去搶的 但有時候你都會看到是有少少搶的 始終都是機器或者人為 那樣 那你就可能要人手撕掉 接著再洗洗去 我們剪完之後 都有媽媽問 有哪一隻牌子的蝦人 是會沒有腸的 那其實真的沒有 就算說沒有腸 因為它真的是一隻蝦 它也會有少少會有 無所謂的 你自己處理了它 那我們把材料 每樣拿少少留 一會兒放在面上 比較漂亮的 那平均分了材料 進去杯子裡 那我另外呢 剛才夾起的材料 記得一齊都是拿去蒸 我都要蒸熟它 我這次就用了一些矽膠的小杯子 那等小朋友吃的時候 就開心點 靚點 我們這次用兩隻雞蛋 那有時候媽媽問 我說一給1.5的水 那她說 那怎樣為之1.5 那其實拿回去蛋殼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一半的蛋殼 就去裝回三次的水 那你就是一隻雞蛋 給回1.5的水 那我這裏兩隻雞蛋 所以就是六次 那我們不用攪勻 再下個篩 直接在篩上面攪 那就會快點 那你越攪得少 那些泡就越少了 其實 而且我也是攪快 用這個方法 你過兩次篩 就已經是很滑的了 沒有了些泡泡的了 那你剩下一些在篩上面 不要緊 我們再過一次 最後剩下一些蛋清 我們就不要 那你做出來就已經是很滑的了 都不用包保鮮紙之類 那我們平均 倒一些蛋液進去杯子裡 那我們要留一些空位給它 因為蛋熟的時候會滾起 那你要留一些空位給它 那蓋都不用蓋了 我們放進去蒸焗爐那裏 15分鐘 那關火之後 不要拿出來煮 5分鐘才打開 那如果用明火的話 就是8分鐘 之後就關火5分鐘才拿出來 那材料呢 就是水雞蛋 還有一些配菜 還有我會預備了一些意粉做裝飾 還有給它吃的 那你蒸完出來之後呢 其實已經是很滑的了 都不用處理那些泡 任何的東西都已經做到的了 那我們將剛才分開了的材料 放在表面那裏裝飾 那蛋已經很滑了 那你最記得是水粉 還有關火之後呢 5分鐘之後才拿出來 讓它的余溫焗熟 就包滑了 那今天除了水蛋之外呢 我就煮了少少的通粉給它 那我就拿回一些通粉來做裝飾 有帶子有蝦呢 煮出來的水蛋都很鮮甜 所以連調味料都不用下了 你們都可以試一下用這個方法 很快就煮完了